危險瞬間公車執行衝撞中央分隔島 浩子燈燈桿幾乎被攔腰撞斷 上頭浩子掉了一地掀起陣陣燕塵 對象車套趕緊剎車 一旁目擊的民眾嚇壞了 趕緊出來查看 公車不僅撞上分隔島 換個角度看 原本公車前面一台白色轎車也被追撞 這起車禍總共造成公車上的一名乘客 以及白色轎車上的兩個人 三人受傷送醫 意外現場公車鎖前方全毀車輪扭曲 水泥分隔島剩下一半 鎖緊號制燈桿的大型螺絲 全部裸露在外 畫面嚇人 他就是追撞前方的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車 那造成客運車上有一名乘客 嘴角受傷 那自小客車一男一女 駕駛及乘客一男一女 分別手腳有差錯上的情形 原來是公車行進入口 疑似未保持安全車距 前方車輛煞車 公車司機碰一聲撞上去 初步離境 雙方都沒有酒駕 一共造成三人受傷 但幸好沒有大礙 實在萬幸 記者彭志明苗栗報導 鄧 鄧